希希 哈囉 哈囉哈囉 剛剛 才過八點就有人說 我是說好八點直播嗎 人呢 人呢 我 那 真的是 沒有啦 因為後來 想說 昨天有跟大家說 可能大概八點直播 然後 就有很多人在下面跟我說 可是我 我可能會來不及 那我是不是只能跟到 結 結 太久沒直播了 就會只能跟到直播尾聲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好 那 就是我們晚一點點直播這樣 我今天把冷氣調小一點 謝謝 差點等到睡著 欸哪有那麼誇張 謝謝大家 欸 被發現了 先把麥克風收 麥克風 欸怎麼辦啊 還是我今天 我今天掛掉 我今天 我今天按掉好了 我今天嘴好飄喔 我 我 我好像 好像有點久沒有見到大家 有一點小緊張欸 怎麼會這樣 我還以為IG壞掉 壞掉 你看 我今天嘴唄幾次 IG 壞掉 旁邊有麥克風 然後 要準備現場演唱嗎 對 我在 社區的公社 不敢再裝嗎 沒有啦 我今天 有 對了 收到這個 我今天因為有跟小琦工作 然後 因為你們就是把東西寄到公司 小琦都會轉交給我 所以我今天就收到了一張 那個 迪士尼的明信片 然後 上面 就是 欸 好像不能讓人家知道他寫什麼 但也沒寫什麼 但就是 他沒有寫 他是誰 欸 要不要來 錄 要不要來認領一下 就是 誰寄的明信片啊 我 就是好像 這是我要從蛛絲馬跡裡面 找嗎 他去迪士尼的時間是 他會寫在哪裡啊 April 是 會是 2024年4月15號嗎 因為他在這邊寫 應該是東京的 因為41週年 可是他這邊又壓 就是 4月24號 我大概知道是誰了 好啦 我應該知道 應該跟我想的是差不多的人 就是如果 你現在有在線上 你可以來認領這一張 明信片 因為我們公司今天收到 然後小琦今天轉交給我的 好 哈囉 哈囉 欸怎麼辦 太久沒有直播 會緊張欸 會會會嘴瓢欸 怎麼會這樣 就 我們大家上次見面是什麼時候啊 有沒有人記得 我們見面 是什麼時候 或者是說 上次我開直播是什麼時候 看一下 所以應該要整天直播啊 嗯 嗯 嗯 每個月辦一次線上活動如何 還是旋雨直播 就大家好像 都不排斥 我譬如說什麼 讀書直播啊 直播啊 直播啊 喔上次見面是我生日喔 哇那 快 兩個 月了 差不多 是不是應該用個濾鏡 不然我這樣有點 圓形閉路 我會看一下 不好意思我第一個濾鏡是這個欸 還是 我們這樣直播 我們這樣直播好了 這樣好像就不會不緊張了欸 這樣完全不緊 不緊張 30直播4月19 4月10 4欸 今天幹嘛啦 今天到底幹嘛啦 為什麼嘴巴一直飄 4欸 4月19 在幹什麼 4月19 4月19 怎麼辦 我覺得我這邊腦袋好像不太 不太好 好好 欸這個美肌美的真的是 太漂亮 這個又太霧 社區警衛可以吧 又歡迎我要看你的臉 呵 大家好兇喔怎麼辦 大家真的有夠兇 4月19爆料你生日會會幾點去咖啡廳 沒關係很可愛 不用濾鏡也很好看 欸大家真的是嘴巴有夠甜欸 跟狗狗視訊 嗯 對 剛剛有人要說新聞系一直嘴巴 怎麼辦 我就是太久沒見到大家 還有 好啦不要用濾鏡 我現在多少 133還好還好 是這狗狗 旋雨文豪現在的樣子 欸好緊張喔 欸好緊張喔 幹嘛啦 突然沒有跟大家直播 真的是也不知道要要要做 要要要要幹嘛 反正就是 我覺得很好的是可以 假借一個慶祝的名義 然後跟大家 聊天 對 就是真的也是過了一個月 多沒有見到大家 甚是想念啊 每個月都開個直播 啊不是要唱歌 喔對了 然後我覺得我要在這邊先跟大家 稍微說一下 就是今天的 可能會讓大家有一點點小難過 就是可能今天 唱歌的部分就唱一首歌 因為 呃 在我跟 就是公司申請要直播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就希望說欸唱一首歌就好 那 所以我才 問大家 問題 然後我也在我的trace上面就跟大家講說 那 我們就多聊天好了 就是 我還是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 好好的聊天 就是 反正 整個名義我就是 想要跟大家 聊天 見面 啊見不到面 但你們看得到我 對 所以 我們等一下就 開開心心聊天 然後你們回覆的 我都會回 也不是都會回啊 就是都 你們那個 下面留言的我都會 努力的看 對 然後有什麼我就會 想到什麼 就跟大家聊什麼 我們就好好聊天 然後最後 就有一首歌 快快樂樂的ending 有沒有特別來賓 大家是不是期待說 欸 這邊有什麼呢 轉給大家看喔 嘿 沒有 沒有特別來賓啊 我 特別來賓很忙 就是 我是身邊朋友 大家都好忙 不論做什麼 只要直播都很真心 開心就好 嗯 謝謝你們 恢復健康就好棒了 想問大概幾點結束 欸我也不知道欸 就看我們可以聊到幾點 我們就快快樂樂的聊 好嗎 因為真的 好 好 好 有一種 那叫什麼啊 就是太久沒見面 見到面會緊張的這個 這個有人可以幫我想 我先連 你看我平常 宣傳期那時候 講話是噼啪啪啪啪 就很會講話的 然後現在 我腦袋竟然會卡住欸 怎麼會這樣 就是 真的太久沒見到大家 然後太久沒有直播 跟大家聊天 太久 沒有一個人面對鏡頭 對 靜香情缺嗎 胃食道逆流好了嗎 喔我會死到逆流好了 然後 耳朵好了沒 耳朵 耳朵 耳朵在 我這樣好像大家看不太到 要秀傷口嗎 就是 我不知道這樣大家看不看得到 耳朵有暈 到底在幹嘛 現在到底在幹嘛 就是要讓大家看我耳朵的小傷口 就是 對啦 反正 幾個 欸一個禮拜前發生了一點小意外 所以耳朵就 受傷 然後 就薄起來了 然後我那時候都 開玩笑跟我身邊朋友講說 欸我就像 路邊不是 我記得好像有那個 野貓 他們會 可能被抓去結紮 然後就會在耳朵上面 好像就會有個小小痕跡 然後我就說 欸我現在就是結紮過的小野貓 你是不是去守指月亮 我跟你講我超怕這件事情 所以我沒有指過月亮 但反正就是出了一點小問 小小小小小小 小意外 但沒事 就是他 發生自己的那個復原能力很快 餓嗎 對的 大家不用擔心我的耳朵 為什麼耳朵會弄到受傷 對啊 這沒關係 就是 不是什麼太大的 重點 那我們 這一次 欸我在那個 我的IG上面 開QA 然後 哇 是因為大家太久沒見嗎 所以就 好多留言 好像 快要兩百個 那我就想說 那 我今天 因為 歌沒有要唱那麼多 那我們就 嗯 嗯 看能 不能回答個 一百 會太多嗎 減耳是用上自己生日禮物的捐款 嗯 不可能耶 就是我們有位很好心的粉絲 他幫我捐了錢給流浪動物之家 所以我現在跟流浪動物一樣 什麼意思 好啦 我們就 一個 我有稍微先看過了 因為我覺得 哇 超多 然後大家的問題真的是 你們累積了一個月 是不是 所以我就 能回答的 我就盡可能回答 好嗎 所以 兩萬QA 開始 OK 我們現在第一個 我就依照你們回答的時間順序 第一個是說 你把未食道逆流那一本看完了嗎 我把未食道逆流那一本看完了 但 書還沒看完的時候 我未食道逆流就好了 所以其實 突然在這邊當一個小老師 就是未食道逆流 好像蠻多人有的 就不管你是心理的 還是 還是 你可能吃甜食 喝咖啡 對啊 但就自己要找方法 就在書裡面提到蠻多方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 下一個 三萬追蹤 我現在是未食道逆流大師嗎 不敢說不敢說 算了 就是至少我覺得看完那本書 你大概知道說 未食道逆流怎麼來啊 然後 像我 我的原因是因為 我 不知道因為 年紀漸長還是怎樣 真的是 我很常 吃完晚餐 然後我就覺得 很想睡覺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 躺在沙發睡一下 我跟你講 這樣就是很容易會 有未食道逆流 未食道逆流有心理的 對啊 就是壓力 你知道因為我在 每個活動之前 要見到 尤其初期啊 初期VBL的活動之前 我都好緊張 緊張到我基本上 會一直 就是有胃酸的感覺 年紀是多老 吃飽飯想睡覺 大家會嗎 有人是吃飽飯會想睡 但是我很常會 欸欸欸欸 小心喔 那個 九六開頭的小朋友 就是 吃飽飯會想睡覺 欸 嗨林婉儀 在這邊叫一下名字 每次吃飽都想睡覺 我也是 我也是 但真的要注意 就是吃飽飯不可以直接躺下 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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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餵食道逆流 像是餵食道逆流大師 下一個問題是他說 三萬追蹤的公約 就 交給你們想 好 然後最近有沒有開發到 好吃的餐廳或甜點店 其實我不太 我不太吃甜點欸 我 不是愛吃甜點的人 但是如果有人送我甜點 我基本上都會吃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 邏輯 我不愛吃甜點 但是有人送我甜點 我就會吃 就反正 甜點店倒是還好 然後 開發到好吃的餐廳 可是我如果講出來 你們就會 你們會不會去 就是 那我就 那間餐廳我就不好再 再去 或是說再定位啦 別人送的比較好吃 三萬粉絲 對啦 三萬是粉絲名 這個上次有講過 免費的追蹤 也不是 我覺得那是一個 心意的問題 就是 我喜歡 不管是卡片接收 或者是禮物 或者是食物 應援這些東西 像你知道我們 後續 後面的 在VBL 後面的活動 很常會有食物應援 然後 我 只要有應援 我一定會吃 不管我餓或不餓 然後 我覺得那 吃那個東西是 我感受到那份心意 對 有人說金牛座 怎樣 對金牛座 然後 剛剛聊什麼 好吃的餐廳 有啦 我有最近很愛去的餐廳 但就是 它是 春菜館 他說不要說店家說 餐廳類型就好 春菜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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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六月壽星某個福利 請玄宇給六月壽星們一些祝福吧 祝你福如東海 白獸筆南山 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好鏘 最近都在看什麼書 聽什麼歌有讀劇本嗎 最近看什麼書 最近看了就是 上次跟大家講的說 運氣是可以練習的 這一本 然後 還有一本是我 最近看了一本 我很喜歡的 它叫煉悟 戀愛的戀 物品的物 然後它是 它是 一個 在講故宮 就是台北故宮博物院裡面的一些文物的故事 就 我好像很 我以前超討厭歷史 就是我以前歷史都是用猜的 就是 不管是 基策啊 或者是學策 只要歷史題 我基本上都是用猜的 歷史就超級不好 就我不愛背那些 時間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 越 長越大 越長越大 就 年紀見長 就有點年紀 有點年紀之後 就是 我開始很喜歡看這些 古物啊 然後 文物列 就這一兩年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兩年突然很喜歡 然後我就很常跑故宮 因為我家在嘉義嘛 嘉義有故宮南院 然後我 住台北的地方 其實離北院 呃 也不遠 所以我就很常去這幾個地方 然後 看到這本書 就是煉物這一本書 好像是劉瑩老師嗎 還是 對不起 我不確定 就是 就是 就是一個老師 他寫的一本書 那我推薦大家 如果喜歡這些歷史文物的話 可以去看這些 他們背後的故事 今天已經不知道幾次出現年紀見長 嗯 就是 我啊 我本人 好煩 要被刺激到 哈哈 完蛋了 一直跟他講說年紀見長 大家會不會 氣數 對 然後 聽什麼歌 最近聽什麼歌 剛好也有人問說最近愛聽的歌 愛聽的歌 我最近在聽J-pop J..J Park 有沒有人知道J Park 不再翻 真的很久沒怎麼講話 不看鏡頭 不要害羞 欸 真的是有一點害羞欸 就是最近在聽 就是J Park的一首歌 叫做 Taxi Blur 應該是這樣念吧 Taxi Blur 因為他的 跟 對我最近很愛很愛很愛這首歌 但他剛剛說什麼 要不要調一下臉會被留言擋住 那我要怎麼調 我要 我要 我要讓 鏡頭再下來一點嗎 這樣子嗎 這樣子 這樣子 我的臉就不會被鏡頭擋住了嗎 嗯 J Park OK 旋宇可以分享在日本 見面會的一則趣事或一段感受嗎 啊 呃 呃 因為其實我們那一次去日本宣傳 我們 沒有 只有第一天有 小片刻的時間是 沒有安排行程的 那 後面我們基本上都 不管是 公 呃就是 見面會啊 然後 我們還有拍雜誌 其實雜誌 蠻多本的 那現在好像只出來一本 所以大家還可以再期待一下 然後最後一天其實我們就回來了 所以 時間很緊湊 然後唯一我覺得 比較有趣的當然是我們 我們我們 在最後一個晚上 我們一群溜出去玩的故事 對 就是 我覺得 很很清楚 欸好像可以跟我們聊那一段 就是那一段 大家都不太知道 就是為什麼六個人會跑出去玩 對不對 就其實 我們是在 再來我們有慶功宴 然後慶功宴 然後慶功宴 結束之後 我們就 問說大家要不要續團 那因為慶功宴 就是個別都有的人 有喝了一些 小酒 所以就問 然後 當然就有 為什麼會 大家都會問說為什麼只有六個人出去 就是因為 第一你想我們阿伯一個就是 比較累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毛毛 他行程也很多 所以他 就是也覺得比較累 然後他想帶飯店 那我們其他人就是 接下來沒什麼行程 所以我們就是很 free的狀態下 我們就 想說 那我們六個人要去幹什麼 然後我們就 其實一開始 我們六個人是想去泡湯 我們就已經在車上都說好說 我們要去泡湯 然後大家說 欸好好好 就一起去 畢竟來日本 然後想要一群 像好朋友這樣去泡湯 欸 體驗一下那種感覺很很不一樣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想去泡湯 那 後來 等到大家回房間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 又約集合 集合之後 時間其實已經蠻晚的 然後我們就一直在找說 欸哪裡有湯屋可以去泡湯啊 然後 後來就找了 發現要很遠的地方 然後因為那時候好像還有 還有 還有還有還有 還有那個叫什麼 地鐵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 那我們先去坐地鐵 再決定我們要做什麼 那中間有人說 欸 要不要去 什麼 打那個什麼 Pachinko嗎 之類的 反正就是我們就想了很多 我們在 台灣可能比較少 體驗到的事情 就想說那我們去日本 試試看 結果我們就一直Google Google 然後就也坐上車了 就覺得說好像這樣我們會 不知道我們要去哪裡 所以我們後來就很瘋的決定說 那我們就 隨便只一站 然後我們就下去那一站 然後我們先去吃東西 對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 到秋葉園 我們就到秋葉園去吃了一個居酒屋 然後 聚酒屋 那一天的狀況就是 有人打翻 有人打 打翻酒 就不說是誰打 打翻酒 反正就有人打翻酒 然後我們就也 吃得很開心 然後聊了一些事情 聊了一些 就是 大家 各 每一步每一步 就是發生的好玩的事啊 或者是 就是其他事等等之類 就大聊特聊 然後聊一聊之後 我們就說 欸那 接下來要幹嘛 然後看時間好像才 十二點一兩點吧 我們就 想說好 來個 青春一點的 我們就要去酒精路跑 就 其實就是 要我們 我們就 我們原本 我們原本規定說 我們要 等一下 我真的是 跟大家講話講到 我有點緊張 為什麼 就明明是 我們的故事嘛 我講的好像就是 我要一直想要 要講什麼 從來的時候 好 就反正 時間到 大概 十二點一點左右吧 我們就決定說 我們要酒精路跑 然後酒精路跑 我們原本 預計的是 我們要 到 只要 從 秋葉原的那間 居酒屋回到 這可以講嗎 可以吧 等一下 大家不知道我們酒精路跑嗎 這可以講嗎 可以吧 應該可以吧 大家都成年人了 欸為成年請勿飲酒 幫我Q在這邊 應該 我會不會收到 等一下收到 開始收到經紀人的訊息 說不能講酒精路跑 那我已經講出去了 啦 好啦 反正 我們就最後一天 真的很青春 我覺得就是 六個 大男孩 然後就是真的很好玩 我們就決定 我們要酒精路跑 反正我們就是 去了酒精路跑 我們自己辦的 然後我們 那時候就 決定 我們從秋葉原的 居酒屋 要用走的走回我們飯店 然後那時候看Google Map 好像要走 四十幾分鐘 就是蠻長的一段距離 然後我們就決定 好我們慢慢走 只要走到 一間便利商店 就是只要經過一間便利商店 我們就要進去 每個人買一瓶酒 然後在便利商店外 把它喝掉 然後喝完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前 就是沿著Google Map 然後我們就是看怎麼走 這樣子 然後殊不值 殊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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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第一家店 第一家便利商店 我們買了 蠻 濃度蠻高的 濃度蠻高的 濃度蠻高的酒 喝完那一杯 的當下 因為我們就很Hi 就說,耶 很像年前人在那邊說 這是我們的第一杯 這樣子 之後喝完那一杯的當下 我們就決定說 欸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好像會有點猛 因為我們當下大家喝完那一整瓶啤酒之後 大家就好像已經開始有點感覺了 然後往前看其實你已經看到前面已經有一家兩家便利商店 所以一這樣的密度跟這樣的進度下去 可能大家會走不到走不到飯店 所以我們就決定說等一下我們改一下遊戲規則 我們改一下遊戲規則 遊戲規則變成我們大便利商店 經過一家進去之後我們買一杯酒 六個人一起喝 然後喝完我們再到下一家 不然我們會沒辦法回家 對反正故事就是這樣 那中間就是很好玩很瘋 然後還遇到就是日本當地的年輕人 然後幫我們拍照 然後我們就是一邊走邊聊 然後路上有花就撿花 然後拍了一些很好笑的影片 但是那個都絕對不會外流 不可能外流 因為真的是太好笑了 對然後剛剛我看到有人說 就是李鋒的眼睛是不是在那時候不見了 沒錯 李鋒眼鏡就消失了 就我們那天說你眼鏡了 他說好像不見了不知道掉在哪裡 就是對 然後後面大家真的是喝的 我們隔天 就不說我們幾點到飯店 就是聚晚 基本上已經快天亮了 對然後我們就去 隔天就是坐飛機 然後回來台北這樣 但是真的我覺得 剛剛這個問題是說 日本的見面會的趣事 跟一段感受 我覺得 真的很青春耶 因為你 很 我們到這個圈子真的很難 有 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可以可以 跟大家 跟那麼多人 然後 一起在 日本啊 或是 國外 然後 還可以這樣子 一起喝酒 然後年紀差不多 然後有 可以聊差不多的事情 有人說 難怪看起來都很累 哪有 你們看我們清一色大家全部戴口罩 哪有青春 你們只是 亂喝酒不睡覺 欸 最後一天了 因為 現在想想好像 如果去泡湯就會很無聊 但我很 慶幸我們沒有去泡湯 我們去 去去去去 去 喝酒 突然發生成全今天特別帥 那平常是怎樣 氣數 很像畢業生 快樂 還好成邦沒去他一杯就醉了 欸等一下我先幫 我要先幫幫幫就是 那個曾經 他沒有一杯醉 他只是不能喝紅酒 但我們那天也都沒有喝紅酒 就他只有紅酒不行而已 對 最近在做什麼好久沒見到你了 最近其實做了 很多事 就是 消失了 也沒有消失啊 就是這一個月其實 也蠻充實的 對 然後 嗯 之後有機會會再跟大家分享 對 幫幫吃不能喝紅 對 大家都都有在幫他注意 好 耳朵好了嗎 耳朵好了 就剩下疤痕而已 選選如果說會考 考不好超級難過怎麼辦 就 那就難過一下囉 就先難過一下 然後你還是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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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做 因為 你會考之後你還有下一個工作 沒有 你還有下一個考試 直接說 要把他推入社處的那個 會考結束你還有下一個考試 所以就是 你可以難過一下 但難過完了 你就是要正做 我覺得 大家的人生都這樣 畢業了在家無聊 沒事做怎麼辦 畢業了在家 沒事做 就 叫你看書 你應該也不會看了吧 前陣子看了那麼多書 嗯 去旅遊吧 就不管 不管 不管你要 去國外 還是 還是 你要在 就是其他縣市玩 我覺得 就去旅遊 因為我覺得旅遊是唯一可以 感受不同 東西的 時候 對啊 你看 會考結束還有學生 有人說考差之後 就說對不起我嘴飄啦 去旅遊也要先工作 工作 賺錢 欸 我跟你說 我覺得 呃 對 如果你 你是 是 我不知道你畢業44幾歲 但如果可以是高中可以打工的年紀 你就去打點工 然後存點錢 然後 旅遊不是說一定要花很多錢 你也可以 去 像我之前我就很瘋也是 做台鐵 然後 就 隨便選一站 然後去 就去 到哪裡 因為台鐵你也花不了多少錢啊 你就 簡單又有卡 然後 做到那裡 下去 要吃什麼 要做什麼 下去再決定 就是 你可以 可以小資旅遊的啦 小國中 國高中生的旅遊 就是去麥當勞 不是吧 窮有窮的玩法 就是要規劃 坐公車也是這種旅遊 沒錯 叮叮 叮咚叮咚 答對 我真是要chill一點 我真是 給我酒 我給我酒 我現在只有茶 我chill一點好了 我想坐在沙發上 這樣子 但我常常就看不到你們的 那個 內容 我要叫 拿這一段給我爸媽 請他們遵許我去打工 不要 我會不會 被 最後被說什麼 教壞小朋友 沒有啊 就是 你可以去打工啊 但 當然你要跟家裡的人有共識嘛 那如果家裡的人不需要你去打工 可能有他們的用意 那你可以好好跟他們溝通 這件事情 對 有人問怎樣才可以那麼帥 好平好 如果你可以使用多拉一夢的工具之一 你會要求多拉一夢從你口袋 你的口袋裡拿出什麼 什麼意思 你會要求 多拉一夢從我的口袋裡 為什麼不是從多拉一夢的口袋裡拿出來 就東西 就是 不是他的口袋才有東西 我口袋裡面 可能只會有 就是 醒過鼻涕的衛生紙 還是他想問的是 我要跟多拉一夢拿什麼 道具 如果是我會跟多拉一夢拿什麼道具的話 我應該會想要拿 我可以脫鞋子嗎 我想盤腿 我應該會想要拿 那個吧 任意蒙或時光機吧 對 我會想要拿任意蒙或時光機 會 欸這樣很方便欸 為什麼是醒過 因為我不是一個 如果路邊沒有垃圾桶 我就會把 用過的衛生紙放在口袋 然後我媽很常就會 爆炸 是因為我忘記洗衣服的時候 忘記把口袋裡面衛生紙拿出來 然後我就會 很髒 就會整個都是衛生紙屑 然後我媽就會氣死 然後 好 下一個問題 可以給這作品欣賞嗎 想看創作什麼大藝術品 什麼意思 這個我好像需要翻譯 我們下一個 可以看玄的杜杜嗎 但是 不行啊 你怎麼會覺得可以呢 有在追韓團嗎 喔韓團 韓團 其實我沒有特別追韓團 但我有我喜歡的團 就是我喜歡那種 聲勢很好大 很 很 就是大團的那一種 譬如像我以前很喜歡BTS 我現在 因為BTS他們就當兵 第一 第一我會喜歡BTS是因為 呃 他們的歌我聽的時候 就是很常聽到 所以也狼狼上口 然後再來是 他們的打拼過程我很喜歡 所以 我很喜歡他們的 這段追夢的旅程 那他們接下來去 他們這陣子去當兵了之後 然後 我就是 也開始 欸 有在聽Seventeen的歌 對 大家都知道耶 嘿 懂我 懂 懂喔 但就是 基本上 很多人會問說 我聽什麼音樂 我音樂 就都是 那個 Spotify 他推播我什麼音樂 就是我會有 我每天聽的排行榜 或者是 不然是台灣的排行榜 或者是 K-pop排行榜 或者是 就是他會有 就是現在有什麼新的歌 然後我就會 我就會去聽 所以 也沒有特別說喜歡誰 你說像 女團也都有聽啊 像什麼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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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前說粉絲逆應援有可能做嗎? 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啊當然 就是我也會很希望 Dana 他說這個逆應援該不會是杜兜那個 我還覺得杜兜的故事 會不會是杜兜那個啊?真的是不可以耶 不會有杜兜 但就是逆應援的話 如果未來有機會還有就可以跟大家見面的時候 好像也可以考慮來玩一下這個東西 沒有杜兜沒有杜兜那個杜兜真的是 大家先給我陪 最近還有什麼好書推薦? 我剛剛講的那個練武 最近還有看什麼書啊? 最近還有連看書的時間都很少 練武然後運氣然後 沒有 我最近看就這 如果你說不用說我最近看的話 就我很喜歡 城府實驗這個我之前講過 然後 再來是 有一本賴佩霞老師寫的書 叫做我想跟你好好說話 在講就是非暴力溝通這個東西 我也很喜歡 我也很推薦 不管是你在跟家裡的 爸爸媽媽溝通有 你覺得可能溝通不順利 或者是說你跟你的另外一半 或者是說你跟你的上 上 上 思 溝通 就有有有有 有不順利 或者就是你在溝通上 你有遇到一些瓶頸的 我覺得都很適合去看這一本 就我想跟你好好說話 它封面是一支 那個叫什麼 長頸鹿 對 水煎包很棒 一個人 一顆匿應援 匿應援 我們也來喝匿應援 你說你們喝啤酒嗎 上 思 不可以買給送上 上思 喔 這兩個字好能量 上思 太久沒有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送上思 太美妙好了 就是 怎樣嘛 那本書給他就說 喝阿公而已喔 母湯母湯 對阿 我今天講話就是有點偏 真的是太久沒有講那麼多話 對阿 不可以不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喝酒 我們有兒童 好 我看一下 有沒有什麼目標是今年一定要完成的 目標阿 好 我希望今年 2024 20 還過嗎 2024 我連2024都說不好 重來一次阿 有沒有什麼是今年想要完成的目標阿 我希望我 2024 可以拍 就至少再拍一部電影 然後是 是比較 大 比較多人住一道的角色 然後也希望可以 再拍個 至少兩部兩三部影集吧 對 我覺得 我今天不要播了阿 今天現在幾點 9點11分 我們就到這阿 大家晚安喔 就掛掉 氣到 真的是 欸 到底 今天 怎麼會說到這樣阿 而且明明是這陣子都還有在講話的人 就是我 這陣子要講話講好多 然後 也 怎麼會這樣咧 問一下這陣子跟陳學姐說 不要 不行 沒有 不可以 我不要 好傷緣喔 這陣子 我不要 沒有 目標是都不要 不會打結 不會再打結了 我們從這一顆開始 不會再打結了 還是要轉台語 台語也通 對啊 台語好像可以 最近有什麼 愛用好物 或好吃推薦 愛用好物 是指 那個 化妝 那個 保養品嗎 還是 是 平常在用的東西 你記住說 閒聊派 派客說 他一上來就說不播了 對 因為我今天一直嘴飄 還是你要來陪我聊天嗎 可以跟你撈呆逸 最近跟幫的膚色越來越近 你暈停 為什麼不可能 沒有 怎麼可能是這邊 燈比較暗 不要台語 海外粉絲聽不到 好 OK好 那我們不要台語啦 我們還是顧一下 我們還有海外粉絲 香水 我今年 有買香水嗎 今年沒有買香水 今年還 今年還沒有 今年還算還沒有 但今年的香水 是粉絲送的 就是粉絲 大家好像知道我剛愛香水 然後就送了我 然後 因為我 喜歡疊香 所以我就有 真的有香方啊 我要把它剃掉 香水 氣俗 今天真的是不講話 還是我開始比手語 沒有買 我沒有嫌棄幫忙 等等等等等等 我沒有嫌棄幫忙 只是說 因為我 我 我 不太適合很黑的膚色 我很黑的話 就會很像 猴子 就我以前小時候很黑 我都被我媽說 等一下你黑太像猴子了 所以我就是盡可能不會讓自己太黑 等一下疊香 怎樣 疊香啊 疊香 疊香 疊香就是把香水 兩罐噴在一起 這樣 我覺得你需要一杯酒 我也覺得我需要一杯酒 下一題 就希望現在進入了 167個人 剛進來的 嗯 就大家不要告訴他我 我剛剛怎麼了 最近有什麼演出計畫嗎 喔 這個好多人問 就大家很關心 我接下來的 工作 狀態 然後 覺得 嗯 就是 我們也一直很努力在 在 產出下一部作品 那 在還沒公佈之前 請大家 就是 先等等 就是 你也知道我就是很很很容易 不小心爆雷的 所以就是 如果 我可以講的話 我就會 告訴大家 對 今天是不是偷喝酒 我今天沒有喝酒 我裡面是紅茶 對啦 反正就是 我知道大家都一直很關心說 欸你接下來的工作啊 什麼的就是 因為我知道 老實說 我們有工作 我們才更有機會 可以見到面 對吧 所以我在猜 大家也是在 期待說 欸你有了工作之後 我們 是不是就 有機會再見面 對 那 嗯 就是 坦白說 未必大家還要著急 就是我們 接下來要 進入下一個劇組 什麼的 但 嗯 只能告訴大家 有在 進行中 對 但 就 等到可以公佈的時候 就會告訴大家 沒錯 好 分享 近期最開心的一件事 最近最開心的一件事 怎麼辦 我每天都是很開心 最近最開心的一件事 最開心喔 剛剛沒有壞掉 剛剛就是 我在想 最開心 是哪一件事情 最開心 因為 我都蠻開心的 怎麼辦 這好沒有說服 你會不會說著說著 然後就流淚說 我都沒有很開心 然後我竟然講不出 最開心的話是什麼 幫你想好 今天跟大家直播 對啦 我跟你講 最開心的事情就是 哈哈 最開心的事情就是 我今天跟大家直播 好久沒有跟大家最開心的 不是想不到開心的事 就是我真的 我每天都有一些很小事情 讓我很開心 就是 坦白講我最近的能量 我覺得很很舒服 然後 每天不管像這一天天氣不好 或是 即便你知道 我先說 就是大家先不要擔心我 就是 我很常 前陣子先 衛食道逆流 衛食道逆流完 我又大大生病 生病完之後 我耳朵受傷 耳朵受傷完之後 我前陣子在 幫朋友簽機車的時候 我腳又被那個 機車刮過去 然後就 小腿有一小塊皮消失 就是我最近很容易受傷 然後 大家都以為我會很崩潰 但坦白講我沒有 因為我 不知道為什麼我腦子裡面想的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都是小傷 所以 還好都是小傷 所以 大家都說 欸有沒有怎樣 那個流血了 然後我就說沒事啊 像我那時候耳朵受傷 就大家就拿衛生紙幫我包起來 然後 就是因為它整個爆血 然後還會滴那一種 我就說 沒事啊沒事啊 當災啦當災 就是 我 不知道為什麼 我最近就是 一直在學著轉念 然後我也覺得 蠻蠻蠻蠻蠻蠻蠻 蠻轉過去的 就是我沒有太care 這些小小小傷口 然後 所以你說我最近開心的事情 很多欸 就像 我跟我媽 昨天去行天宮拜拜 去拜完拜之後 去吃了火鍋 然後 那是我們第一家一起踏進 就是 一家我們從來 我跟我媽超會吃火鍋 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去吃過火鍋 沒有去吃過那一家火鍋 然後 所以我們第一次踏進去那一間火鍋店 然後吃了之後 就是發現 欸不怎樣 我們兩個也覺得說 欸這間火鍋 不會再來 那還ok啦 就是但不怎樣 用講對嗎 現在我沒有講哪一個名字 對啦 反正就是 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 呃 發生很多事情 但我每天就是 用很 我就用很健康的 狀態 跟很很很正面的能量去看 所以你問我最開心的事情 我突然我真的是卡住欸 請常去拜拜 對我覺得 我有我真的有拜 我真的有拜 但我就一直說 欸黨災啦 黨災沒事沒事 太久沒跟大家講話 真是有點氣笑的感覺 大家都知道是哪家店的 為什麼 我沒有講地方 為什麼大家會知道是哪家店 逢酒 逢酒 可是欸 我有去查這件事情欸 逢酒大家是說農曆酒 但我農曆現在是30欸 所以 這樣 快點那個有沒有 我們這邊有沒有小仙姑 還是什麼 小師傅之類的 到底逢酒是農曆還是國曆啊 因為 我那時候就有 先說 就是那時候知道說 大家要幫我辦生日會的時候 然後 就有朋友跑來跟我講說 欸 那個 朋友要幫你 不是 那個粉絲要幫你辦生日會 可是你今天29歲 不可以就是 擴大辦 然後 畢竟我是小迷信 小迷 迷寶 迷寶 就是迷信 寶寶 我要去查 然後大家想說 逢酒是 農曆 所以我就說 啊沒差啊 那是農曆 國曆就是我還是想要跟大家快快樂樂的過 所以 沒事 逢酒是農曆 對啊 你看下面都講農曆 耶 好好好 耶 大家都說是農曆 農曆 因為行天公普普之後那家 沒有啦 不是在行天公那邊吃的啦 但是我就去行天公拜拜 然後再坐公車去吃火鍋 嗯 對 好 小耶哥 你想 他說 我現在在超市 超市買油 你猜猜我買什麼油 I love you 呵呵 我真的是 嗯 好 好啦問一個正經的 如果有一個機會可以出國的話 你想去哪個國家玩 喔 國 我想去 我超想去意大利 就它是我的人生目標之一就是去意大利玩 嗯 下個 Oh Is there any J-pop you would like to try 其實我有 聽 蠻多 日文歌的 那個 但就是沒有沒有像中文或是 韓文歌來得多啦 但你說日文的話 You are so be 啊 或是說像我之前很喜歡中島美加的那個 那個 那個日文怎麼講 就是 僕はしのうど 那那那那那那那 就是 什麼什麼 一了白料 曾經我也想過一了白料 中文好像是這樣 反對 那首歌我超愛 然後 其實每看一部日劇 或是說日本動畫 你就會很喜歡 他的歌曲 所以像我最近在追 鬼滅之刃 新的 然後我就會聽 然後 很多人問我有沒有看排球少年 就是排球少年我沒有看 就是我看了第一集之後 我就先放在旁邊 聽空 聽哭 聽哭是什麼 聽哭是什麼 啊 那首歌聽了會哭 對 我發現 日本歌曲啊 在 就是意境跟畫面的勾勒上面 真的是 你看他裡面講了很多 什麼哪裡有天空啊 什麼東西 就是 房間裡面的樣子 像唐吉賀的裡面的 然後幾瓶啊 他都把它描述的很 很 讓你腦袋有畫面 雖然 他們的鋪陳比較慢 可是那些畫面 卻會讓你很深刻 所以我很喜歡哪一首歌 鬼滅黨一起 Yeah 排球少年 好排球少年 我知道 很多人叫我去看 所以 沒有要站排球 或是鬼滅 但就是 我有啦 我會去看排球少年啦 但我現在就是想把鬼滅追完 因為我知道接下來就是終局之戰 終局之戰 對應該這樣講吧 然後會苦爆 對 反正就是 日文歌的話也有在聽 然後 嗯 就希望可以學個幾首 日文歌 最近有迷上什麼東西嗎 最近迷上什麼東西 最近就是我買了一個 新 咒術會讓我看劇場版 最近迷上的東西 我就是買了一顆新的鏡頭 所以我就是又在 到處亂拍拍 結果我一直在找 方法分享我拍的東西給大家 但我還不知道要怎樣分享 就我想說 因為就是我想說 是不是要發文 或是說發 限動還是什麼的 然後 但又覺得純粹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拍風景 很喜歡拍建築 很喜歡拍 就是 路人 但因為拍路人 就不能發 因為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隱私 我怕被告 那就是 拍風景這些東西 所以 單純發 又會怕大家覺得說 啊 這是 什麼意思 對 所以我 就在想說 我會 我要怎麼發 我拍的照片的東西 就大家 看一下大家怎麼說 攝影帳 鬼滅是無限程吧 對 無限程 每日一PO 很多人會另外開一個攝影帳 好 這個 讓我想想 就 我 確實 反正 最近事情就是我在 亂拍照 然後 我 還有幹嘛 喔我 養了兩棵樹 真的 我養了兩棵小豆樹 然後我就是 現在就跟親生爸爸一樣 就是一直每天 跟他們講講話 搖搖他們 然後幫他們噴點水啊 倒水啥的 就是 對 就是跟大家報告一下 然後我前陣子第一次 人生第一次換盆 幫樹換盆 因為我的樹長太大顆了 小精靈的樹 嗯 那反正就是 為什麼大家看到樹 然後大家可以問到問號 什麼意思 就是我就是 我朋友送了我樹 所以我就養了兩棵樹 然後 因為我以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有點像綠 就是黑手指吧 就很常會把植物養死 就我養過什麼 呃 龜貝玉 然後胡偉蘭 秦葉蓉 然後 還有就是那個 黃金葛 殊不知 就是活到現在的 剩黃金葛 啊還有什麼 發財樹喔 活到現在就是黃金葛 其他樹全部都 一命無虎 然後我最近就是 真的很努力的在照顧我 那兩棵小豆樹 對 對你看 大家想說胡偉蘭很好活 喔對 粉絲有送 我跟你講粉絲有送我一個 那個小小的那個 多肉植物 欸我也把它養得很好喔 反正我最近 我最近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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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葛怎麼養死 難說 我跟你講 比我這種 黑手指 有沒有可能 好啦 反正就是 我最近在 有養說 最近有什麼 怎麼大家都在問 最近開心的事情是什麼 所以我最近就是 天天都很開心 欸我超想去埃及的 我也很想去埃及耶 埃及我可以喔 超想去埃及 學幫每天post 不行我 因為我就那兩棵樹而已 就 就他就是那樣子 但是他們 就是前陣子我幫他們 把葉子剪掉 因為他們說要剪掉葉子 他才會再長新的 然後他就長新的 我就覺得 我跟你講 這個也可以列入很開心的事情 就是 我 我 我養的樹 他長新的葉子 呼呼 埃及我推推 有啊 有人說他剛回來 對啊 他的大頭貼就是那個金字塔 我好想去喔 跟毛毛一起去 為什麼是跟毛毛一起去 他有說他要去埃及是嗎 但這不是毛毛問的 玄宇最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什麼 最近最喜歡的一句話 我沒有當機 我在想 因為我最近腦袋裡面突然出現了很多話 最近最喜歡的一句話就是 凡事發生必有利於我 就是你也可以說凡事發生必 就是這句話你可以拿走 因為 先突然要回到一個就是 哈哈 雞湯時間 但其實我不太愛包雞湯 但我就很想跟大家分享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真的是 就是內心 心理素質要好很難 就我們真的遇到太多事情 而且現在 你說像我們那個 網路這麼發達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很多 不管是負貧也好啊 或者是大家在那邊 吵來吵去 罵來罵去 等等的 大家要講一句不好聽的話 太容易了 所以很容易會讓 心理受傷 所以 也不是愛包雞湯 但我就很想要告訴大家 因為我是一個 我承認我是一個 可能是一個脆弱的人 所以 我 很會 為了很多事情焦慮 所以 我 我 我最近 最喜歡的這句話叫做 凡事發生必有利於我 或是你可以告訴說 所有發生的事皆有利於我 就是 可能 可能 在你面前 出現這件事情 它不是一件 目前看起來 不是一件好事 為什麼我有讚 喔 因為我手在這裡有讚 喔 對 幫自己點讚 對啦 反正就是 像你說我耳朵受傷 我腳受傷 我感冒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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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這句話 告訴自己 消化完之後 我都會告訴自己 可能現在老天爺 就是希望我 休息一下 先 不要 太累 不要太焦慮 等等的 就是 因為我是一個 很容易 因為 看當下的結果 去評斷它好 或不好的東西 對 就像Peggy說的 所有一切都她 自由的安排 就跟 也有人會說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等等的 我覺得這個 嗯 送給大家 就是 凡事發生 皆有利於我 當你今天 你遇到了 可能你覺得不是很順利的事情 或是你覺得跟你想像的 路徑不一樣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句話來 告訴自己 就是 凡事發生 皆有利於我 這是 可能老天爺在 幫你 安排的 軌跡 你是照這軌跡走的 那只是你 得到的東西 不是在現在得到 對 我前陣子也有看到一個 就是 那個 短影音 它裡面就是 說 你知道 911當天 那些 活過911當天的人 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有的人就是 是因為 遲到了 有的人 或者是他 發生了一點小車禍 但他活下來了 他沒有去 世貿大樓裡面上班 所以他活下來了 就是 你永遠不知道你今天 發生的這些事情 後面影響到的是什麼 但 就是你不用擔心 加入平安邪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什麼意思 對 反正這個推薦給大家 我最近最喜歡的 我突然想到 我最近還很喜歡 一句話 不好意思 我要在這邊很正宗的告訴大家 我最近還很喜歡一句話 那就是 你現在吃的每一粒糖 都會成為 日後你臉上的每一顆粉絲 就是 大家 大家 大家沒事啦 我真的 告訴大家 借糖 借奶 很有 幫助啦 就是如果 很多人會問說 雪宇你為什麼皮膚很好 什麼的 就是 我要工作的那一段時間 我不會喝任何有奶的製品 然後 不會 不會 儘量會喝無糖的東西 就是因為 就這句話 你現在喝的每一粒糖 日後都會成為你臉上的粉絲 討厭這句話 哈哈 默默放 沒事啦 如果你明天沒有要幹 你這個禮拜沒要幹嘛 就端午節而已嘛 能幹嘛 端午節又不用見客 要幹嘛花龍舟 所以你就 就 就長吧 等一下我也有粉絲啊 對不對 我以為是 我也是 有粉絲嗎 有吧 有啦 對 可是我很害怕喝有糖奶茶 完全超愛奶製品 問好預定拿出來 你現在不是 欸 什麼喝紅茶 看一下這上面寫什麼 無糖啦 氣氛走變 完蛋 是不是 明天只會被大家封鎖 再來個問題是 旋雨好像一直都是黑髮 有想染頭髮嗎 有想染什麼顏色嗎 我超想要染頭髮 就我 我覺得 演員好玩的就是 你可以透過外在形象的改變 去成就一個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擁有不同的外在的樣子 所以你看 在我們保留席位的宣傳期的過程中 我們每次的造型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不一樣 就是我們想要有一些不一樣的樣子 但是 但問題就來了 因為 嗯 我們 在 就是演員 在 在 在 接戲的過程中 你 很難 染 就是 就是還是黑髮會比較保險 就是 有可能再加上現在 呃 遇到 就是我遇到的角色 可能 都是 需要黑髮的 就是還沒有遇到一個需要 不一樣造型的角色 但 剛剛有人說平頭 我跟你講 超想剃平頭 我真的很想剃平頭 我沒有跟大家開玩笑 就是如果今天有一個角色要讓我剃平頭 然後 我會惡化不說 就說好 我剃 然後或者是說有一個角色要染金髮 或者染一些很不一樣的頭髮的時候 不一樣的顏色頭髮的時候 我也會去 實行 因為我一直都很想染頭髮 一直很想燙頭髮 不然我也很想 所以 許願一下 希望可以就是 今年接到可以改變造型的戲 然後讓我有一個不一樣的造型 讓大家看到 那時候你們就會 如果 到時候有戲 真的要剃頭髮 或是染頭髮 可能 就 不可以發文 因為如果 還沒有公布的話 那我就會消失很久 或是 我就一直出門都戴一個帽子 maybe 但就是我 我很想要這件事情 所以 我很想 然後跟大家一起 大家幫我期待一下 不一樣的樣子 不一樣的程序 幫我找金主爸爸 那個 打在這邊 金主爸爸 就是 有沒有戲要找我 就是我可以把頭髮全部剃掉 OK 但不要那種客串 就是客串 大概三秒 然後要剃頭髮 我今天可能會 殺我 就戒得到 戒得到 日本見面會感覺如何 跟台灣見面會 有沒有不一樣的地方 哇 這個其實我們在 雜誌的採訪上面 有回答到 很多 我不知道現在公布的那本裡面 有沒有提到這一點 但 我們那天大概有六七個訪談吧 就是 是有提到說 對日本見面會的感想 或是想法的 嗯 超級不一樣 就是 當然我覺得 這是跟每個 地區的 個性啊 或者是 粉絲的狀態 就是有點不太一樣 但 我覺得感受到的是 都很好 就是不管是 很嗨的 或者是說很安靜 他們很Enjoy在 當下 然後 完全就是 沉浸在那個 氛圍裡面的 都可以 就是我覺得 我都很喜歡 因為 你知道我們在日本 見面會結束之後 都有 特點 應該叫特點吧 就是 會讓粉絲們 他們可以 有的是 可以跟我們拍照的 那 你知道在每個拍照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粉絲他 即便我們可能語言上面沒有很通 就算我們有翻譯人員 會告訴我們說 粉絲他想要做什麼動作啊 可是你知道他一上來 他 看我們的那個眼神 他就是那種 我終於見到你了 然後 我也 所以 就 我老實說 我們到 晚場 多多少少 還是會有一點點疲倦 就是會會累 因為我們一整天 彩排 然後 也沒 沒時間吃 我們有吃飯 但就是 時間都拉得很緊 所以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 就是 塞個兩口就沒有吃了 因為我們要彩排 又要做 這是很多事情是我們第一次做的事情 我們第一次要 唱歌 然後我們第一次要 要帶麥克風 要跟翻譯老師 了解 就是 我們的整個過程 什麼的 所以在整個流程上面 我們是非常緊湊 然後 就是 我相信到後面大家 多多少少 都會有一點點累 包括 不管是我們 八個人 或者是工作人員 但你知道 你看到 粉絲上來的 那一個眼神 就是 他 他 看到我們 然後 他真的 那種 我終於見到你的 那個樣子 你就會 心裡就會告訴自己 就是 我要為了他 我這邊要打起精神來 對 所以 嗯 我覺得 每個地區有不一樣的 粉絲的 樣子 粉絲的狀態 那包括這一次去當然也有很多台灣的粉絲 然後有 也有香港的粉絲 就是 好像也有國外的粉絲 但真的 我覺得 不變的是他們 投射的那個眼神 然後 我 嗯 就是 他會 他會一直在我心裡啊 然後那天大家還幫我慶神 真的是很快樂 可能之後見到你也會很挫 為什麼要挫 好 好 next 玄宇好像很喜歡貓咪 請問 嗯 家裡有養貓或其他 寵物嗎 哦 沒有 就是我 我 我很想 我很想養貓咪 但目前還沒有遇到有緣的貓咪 等一下 拍客說什麼 我懂 拍廣告改變造型 可以嗎 比較 當然有機會的話可以 但是好像真的比較 比較 比較 比較少 對啊 會很希望可以啦 喵喵等你 對啊 很想養貓咪 喵喵 超喜歡貓咪 就是我的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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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IG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探索 超多貓咪的 但宇耀高中 既然主人家的宇者是嫌棄的表情 什麼意思 你說 你來拍 拍兩個人合照的時候 還是八個人合照 如果兩個人合照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一眼就認出你 好像你就是那個 是誰 是這樣嗎 有一隻折耳貓在直播啊 甚至 不要再開我耳朵的玩笑了 太壞 貓派還是狗派 我是貓派 真的是 兩個人啊 哦 我哪有嫌棄啊 哪有 明明就是 嘿 I got you 好啦我們看下一個叫做 什麼時候拍晚安大小姐 沒有 不可能 你看不到晚安大小姐的 刺死了 不會拍晚安大小姐 然後馬上認出明明是羽字首 欸 我那時候看到那個 你別那個的時候 我就內心有底了 但 我也不好直接就是 如果認錯怎麼辦 如果也有人跟你一樣 就是這麼的 這麼的 厲害 就也把那個 那個也別到腰上面 那兩個人都這樣 然後我就直接在那邊 就是 欸欸欸欸 水母 那不可能吧 對不對 可是你好適合演黑直視 黑直視是什麼 壓勒壓勒 壓勒壓勒 那個是什麼 壓勒壓勒 什麼什麼什麼 我不會念後面 但是就是 壓勒壓勒 管不住的大小姐 沒有 幫幫是貓派還是狗派 我只知道他是過敏派 他就是對貓毛 跟對狗毛 都會過敏的人 所以你說他是貓派還是狗派嗎 過敏派 過敏的人很辛苦欸 黑直視是大小姐的管家 最近心情好聽的歌 我剛剛有講過就是JPOC的歌 所以最近忙什麼 你的更新好像沒有以前多 是錯覺嗎 另外還有機會看到盡力一同出現嗎 哦 So Desen 忙什麼 這個剛剛講過 然後更新沒有以前多 是因為真的 滿忙的 就是在忙很多事情 然後 就是 對 很多事情可能 不能公佈什麼狀況 狀況下 就 你也不能發圖啊 但 我有想到大家 我真的就是很努力的 譬如說就是在IG啊 偶爾突然探個頭 或是脆上面就是突然臉個小微這樣子 所以 就大家不用擔心 我就是你們cue我的時候 我都一定有看到訊息去回 就我可能 因為你知道每天都會有人傳 都會有天空圖 然後也都會有想念圖 然後也都會有就是小卡圖 就是我每天好像必收 還有圖畫 然後還有每日一旋雨的那個 以前拍過的戲的剪輯內容 就是我每天都會 這些東西我一定都很常會被推播到 都會看到 所以就是 先 就是如果我沒有 我沒有特別發什麼東西的話 就是大家不用緊張 我還在 然後是錯覺嗎 還是有機會看到經歷一同出現嗎 然後 我很希望我們有時間可以見面 那因為 我覺得好像 這我不知道怎麼跟大家說 就是 因為很多人一直在關心說 我們最近 為什麼好像 互動變少了 然後 大家會緊張對不對 就是怕說 整個戲結束之後會不會就 就就就就沒那麼 緊密的關係 其實不是 是因為 呃 我們 隸屬於不同的經濟公司 那 大家的 工作規劃上面 真的很難 會有時間可以切到一起 對 你看像前陣子 那個 幫幫幫跟喬姐一起去參加 一個活動 然後那個活動 李歐那時候 他們也有來找 就是請問我們要不要去參加 但 真的 我們那時候 公司就是 也有其他事情 所以 變得我們 沒辦法 那 這個活動變成只有幫幫自己去 對啊 所以 嗯 嗯 你想 我跟 楊一軒都是同經濟公司 但 真的 我們兩個連見到面的時間都 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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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那 像 前幾天 跟幫幫聊天 也有聊到說 我們想要下禮拜約吃飯 但 他那一天 目前有事 也不知道忙完會到幾點 所以 就是我們兩個還是一直維持著很緊密的關係 去關心對方 關心 大家 當然我覺得某部分 知道對方現在工作 很忙 這件事情 是好事 對 就是你知道 當你知道說 哦 他說 他有工作很忙 或是他 問我什麼事情 我說 哦 可能我那幾天有點事 就是 某部分 當然會覺得說 啊 我們又見不到 那某部分 你會覺得說 好 那太好了 就是 大家都有在 各自的在忙 忙 自己的 工作 那是一件好事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 他 真的不用擔心 我 各種揣測耶 我收到 就是大家已經腦補那個劇情 不知道腦補到哪裡去了 腦補到 我就看到寫那種小作文 想說 真的 沒有 不要去 亂 亂 想像說 我們兩個的關係 是不是因為 戲結束 宣傳結束 就 美了 NO 就我們現在 還是很好 那是因為 真的要 要忙 東西 沒錯 完蛋了 我真的會直播聚久 今天小起來 跟我講說 欸 你直播都直播好久 大家都 這種感覺好懂 大家一起進步 努力工作 梁一軒昨天幫你笑我 有些朋友不常見面 但是會把彼此放在心上 就我真的遇到這件事情 我也是會跟他訴苦 然後他就會說 你要相信自己 他就會開示我 跟朋友也不會天天見面 真的 尤其我覺得 你知道我們做演員這一行 也不是 突然很像老生常談 就是我們 在演藝圈上打滾 你知道下次要遇到的機率 就是要一起在工作的機率 真的 好 好低喔 很難耶 我 沒有拍過特別多的戲劇 但至少就是目前也有個 四五步 或三四步 但真的 你說要再遇到同一組 同樣的演員一起工作 很難 然後你看像我跟 我每一部戲其實都有結交到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朋友 你要再約吃飯 也很難約 因為 他們有的人可能 現在又在別的劇組派系 就是 你知道那個很難 很難 瞧到時間 就是 就是我們 就是 在 演藝圈工作 我覺得 最 最 最最難的一件事情吧 上面的韓文叫 你真的很 謝謝 謝謝 不不不 是韓文 是那個 韓文的 不客氣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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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子說小很小沒錯 但大到有時候 隔十年才會遇到 真的 念完武器還沒播完 我真的是 我會被武器 竟然殺了 我很想回很多耶 好啦 下一個啦 呃 where you'll be in more dramas I'm waiting for and hoping romance drama 哦 就是 對啦 就是 I'm looking forward to 就是 我也期待 好 回答幾題 我不知道 感進度 好下一個 請問推薦的調酒 調酒 調酒 喝 講酒 我可以講 我講 我講 酒的話就是 Gin Tonic 我超愛喝 Gin Tonic 然後 美酒 我很愛喝美酒 未成年請問飲酒 幫我點在那邊 Are there any words less have encouraged you in your life so far 就是什麼話是影響我 這輩子的 或是說給我鼓勵鼓舞的 我 小時候有 有 有出 出 到 很 很 嚴重的 事情 嗯 就 怎麼辦 我會不會講這個話題講到落淚啊 但我今天就是很想跟大家聊天 聊 聊 比較深一點點的 真的很久沒有聊 真的很久沒有聊 就其實我 但是比較不方便講 但是就是我小時候有 有發生過很嚴重的 事情 對 然後 在那個狀態下 我 以為 我可能會 我可能會 會 我可能就是 我可能好像只能等待奇蹟 不然我可能就 會消失吧 對 所以 呃 那時候聽到的一句話叫做 唯有堅定的信念才可以創造奇蹟 因為我那時候 需要的是奇蹟 需要的是活下來 所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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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定的想 我想要活下來 那 我現在就在這裡了 所以 這句話送給你 當 你遇到 不管是人生的 大事或小事 永遠要記得 人生無大事 就只有活這件事情是最 大的事情 只有活著是最大的事情 那 你 當你可能都 快活不下來的時候 只有堅定的信念 你想活 你就會活下來 對 所以大家 在 JOE的公車應援上面 會看到 那一句話 就是因為 JOE 那時候是誰問我 說我的 有沒有人生作用名 是不是要來套個話 那我 我那時候就是 寫了這句話 因為它是一直都是我的 人生作用名 對 下一個 讓你印象深刻或 影響的一部劇 一首歌 你洗 你不喜歡 或不能吃的東西 印象深刻 影響我的一部劇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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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多耶 我的劇的話就是 謝謝Peggy 他說抱抱 當然不是比我後福 難怪下福千大 讚 呃 就是 影響 但我還困在剛剛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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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氛圍裡面 我覺得剛剛看到很多人說謝謝你還在 謝謝你讓我們遇見你 我覺得 可能這也是 老天爺要我 讓我活下來的 的的 的原因吧 就也可能是因為 這樣的原因 我知道我活下來不容易 所以 我 在遇到我可以 講很多 不管你們要說是雞湯也好 還是怎樣的 多讓一個人有 有有辦法 度過他現在遇到的難關 我都覺得 很好 我都覺得 我在完成我在這個 世上的使命 對 欸不可能耶 不可能耶 不可能耶 什麼意思 等一下 我們回到快點啦 我講不完了啦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部就一首歌 一部劇的話 我突然想不起其他的 但我就想我在雜誌裡面講過的就是 那個 The Greatest Show 就是 修杰克曼演的那個 跟馬戲團有關的 但 不是要 focus在馬戲團 而是要 focus在 就是 當你有夢想 你要追的 這個過程 對 那我很喜歡那一部戲 就是 然後 不喜歡吃 或不能吃的東西 對 我們現在真的是聊了整晚 然後 我剛哭的那個部分 真的是 我沒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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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跟大家講 我沒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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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喜歡 或不能吃的東西 不能吃的東西就是牛肉 然後 不喜歡 不能吃的東西 牛肉這個就是 蒜麵 我也不知道 但我就 也一直 就這輩子 被講完 不能吃牛肉之後 也就都沒有吃了 然後 不喜歡的東西是 香茅 這個好像 好像 好像 那個誰 好像大家知道耶 就是我 超討厭吃香茅 就是 我 如果 如果有印度咖哩 跟日式咖哩的話 我會選日式咖哩 因為我超討厭吃 我不吃 對 我超討厭 我超討厭吃香茅 然後還有就是 我不吃 溫溫的水果 不喜歡 好 好 好 Being more Romance Dramas Place You were Amazing In VIP Only Thanks 謝謝 幫幫有說 MING 選日 懸宇最近看了什麼書 跟電影呢 可以推薦給我嗎 哦 我昨天 用那個 是什麼 什麼 Friday嗎 哦 對 我最近看了 之前的 我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一部 A24拍了一部戲 叫之前的我們 應該是吧 就是推薦大家去看 他給我的感覺 他沒有什麼大起大落 就是不像 我覺得跟我們的戲很像 就是他就是淡淡的 但你在看完之後你內心會 會突然 就是你會 會讓你想起些什麼 那這是我這 一兩個月看一下我最喜歡的電影 然後我很期待 Inside out第二集 就是腦筋急轉彎第二集 好想看 因為裡面有很多角色很像我 他叫什麼阿嬌嗎 然後還有什麼 阿修 那都是我也沒有阿修阿嬌阿線嗎 反正就是我覺得很很很想看腦筋急轉彎二 然後我也想去看 對因為 我覺得腦筋急轉彎一給我很深的感覺 會回到我們剛剛講那個 凡事發生極有利於我的事情 就像 大家 如果 不知道 就 沒看過就 先把耳朵閉關起來 對 然後 他裡面就是在講說 到後面 就是 Joy不是知道說 原來每一個球裡面 其實都是快樂 之前可能會經歷過悲傷 他才擁有現在的快樂 就是這東西是 是 mix在一起的 就是你不是只有快樂才快樂 很多時候是因為你悲傷過你才快樂 這東西讓我 看開好多事 所以很推薦 大家可以去看腦筋急轉彎 腦筋急轉彎一 好 下一個 你的拿手料理 我的拿手料理 我這陣子煮了很多飯 但 我拿手料理就是一些家常菜 就是我會炒青菜 然後 醬燒豆腐 三杯青包菇 然後 因為我家人吃素 所以我都是 會 會 煮素的比較多 三杯青包菇 醬燒豆腐 那還有什麼 豆皮炒青菜 蘇的拉麵 蘇的觀眾煮 之類的 對 誰給你燒廚房 兇 兇粉 誰給你燒廚房 我跟你講 我可是 哈 阿玄師 大學 大學覺得自動籤筆是自動的 還是手動的 因為雖然他叫自動籤筆 但他還是要手壓 他才會出筆心 不是嗎 完蛋 你看現在線上137個人在看我困擾這個題目 你幫我丟到ChapGPT好不好 你幫我問一下 ChapGPT到底是 就是 就是 他會怎麼回答 欸 好難喔 下一題 什麼時候有機會 什麼時候有機會有線下活動 真的好想你 然後 這個問題就 我也跟大家一起期待著 但我覺得 很特別的是 就是 因為接到 保留席位 就是 這類型的戲劇 我們當然經歷過了很多線下的活動 會 會 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但 往後的 不管是戲劇 上面 比較不一樣的戲種 真的好像沒有那麼多機會 可以跟大家見面 所以 我也很難告訴你 什麼時候會有 接下來的線下活動 因為 我也希望可以再見到大家 但 一定會有機會 然後再來是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就 自己 創造吧 演員真的好難見面 就是 因為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在拍BL劇 當然我們有很多 這些機會可以見到大家 也讓大家更認識我們 真的很 開心 很不一樣 因為這個旅程 我覺得只是在BL 會比較容易 擁有 對 那其他戲劇的話 當然也會有 可能 嗯 發布會 也會有可能 特應 首應 或者是說 未來如果可以參與到電影的話 也會有可能 應前應後 這一些活動 但真的 相較於BL 戲劇的 就這些見面的機會 沒有到 那麼多 所以 我當然希望還 還可以再見到大家 那 如果 在工作上 我們 可能 短期內 見不太到 那我們自己創造的 就是 我們 那個 明年 見面會 沒有 沒有 見面會 明年生日會見 見演員 太難 尤其是我們 這些 海外粉 嗯 辛苦大家 明年生日會幫你小巨蛋吧 嗯 甜的滿嗎 甜不滿吧 我現在才兩萬耶 兩萬小巨蛋 小巨蛋幾萬人啊 是不是還不行 他在家阿璇喔 你萬一耶 還叫 一人一顆水煎包 逆應援 對啦 好啦 如果真的有機會可以 就是見面的話 我們努力的來 來做逆應援 八月去泰國嗎 三回 好 再來下一個是 工作太辛苦的時候 如何調節 我就吃東西啊 沒有別的 就真的吃 我是心情不好 或者是我壓力特大 我剛剛講那個什麼糖 那個先放一邊 我就會去 喝珍珠奶茶 明天生日見面會見 嘿 生日見面會見 東京Fight Meeting結束了 我想聽聽感想 喔剛剛好像講了 差不多 對啊 很快樂 不可能 不要再透露生日會日期 好 下一個 旋雨的寫真集發 又不是 旋 沒有寫真集喔 等一下 有旋雨寫真集發售的計畫嗎 沒有 沒有 沒有這件事情 不可能 要拍什麼 就如果有 那 要 就 不會 沒有 不是現在啦 不會是現在啦 現在沒有什麼可以拍啦 對 但雖然也沒有要幹嘛 但就是不會拍啦 就不會有寫真集 不會啦 有下屬欸 雖然 可能跟不到直播 還是想問旋雨 退休後 想要過怎樣的生活 會不會問太遠 超遠 退休後 我想要退休嗎 我不想退休欸 我想要做 我最希望 最想要的就是 我可以 可以 演員這個工作 可以 到一輩子 但你說如果 未來除了拍戲之外 可能會想進行副業的話 我想做什麼 或者說 退休後我想 退休後我原本是想拍 想拍 不是沒有要拍 我是因為剛剛看到那個 我跟你講我真的沒辦法一心多用 我每次看到你們講的字 然後我想讀那字 我就把那字念出來 就是 我 有想過 如果我今天 呃 有更多餘裕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就是我原本是想開花店 我超想開一間花店 因為我覺得花店可以 給人 幸福的感覺 又或者說 我覺得 在 台 我不知道在台灣吧 或是說我們華人社會 很少 真的很少送花 但我之前看過一個影片 就是一個老先生去買花 然後花店的人就問他說 欸你為什麼要買花 是 是華人的花店 然後他說 你為什麼要買花 他說 沒有為什麼啊 我就覺得今天很開心 然後 我就想買一朵花 送 送 送 我的 老婆這樣子 所以我也會很想要 開一間花店 我覺得那是很溫暖的一個工作 嗯 對啊 但那只是想 再來第二想的是我想開火鍋店 開火鍋 火鍋 對 十點裡面又幫大家問案 火鍋店 火鍋店 火鍋店的原因是因為我個人很喜歡吃火鍋 所以我很想開 我很想吃火鍋 不是啊 我也想開火鍋店 到底 今天到底要講什麼 我真的是 啊 玄宇 感謝你來日本 東京粉絲見面會 是我一生難忘的回憶 我永遠愛你 喔 謝謝 就東京粉絲見面會也是我 所以 就是我也是我 永遠的回憶 就是 他真的很特別 然後 我不知道 未來還會不會有這樣子的機會 但我還是希望可以說一句 就是我們下次見 對 只問 質問 usually what time do you go to the bed 你通常幾點睡 他用了三種語言好可愛喔 而且我看到那個 go to the bed 我就會想到那個 it's time to go to the bed 我通常幾點睡 我不一定欸 但通常 通常就是一點吧 12點一點 取決於我明天 工作狀態 就是我明天如果有工作 我就會早一點睡 但如果沒有工作 我就會晚一點睡 等一下我看一下大家剛剛在聊什麼 我跟你講我今天直播 剛剛 今天一開始還想說 好啊 這直播留一下 畢竟那麼久沒有見到大家 我現在覺得這直播不要留欸 結果 欸 我今天嘴唄幾次 有沒有十次啊 不留了吧 還留嗎 氣數 阿咧阿咧 這嘴唄太漂亮了 哇塞 希望被抽到 我想問選語 平常遇到問題的時候 會怎麼辦 遇到問題 你只有兩條路 要嘛就是先把問題放著 要嘛就是把問題解決 那 這兩條路就是 取決於你的問題 急不急啊 大不大 那 如果真的 當下一定要解決的話 我就會想辦法 但如果沒有的話 我也會先擺爛一下 那一種 留啦 留啦 考慮看看 氣數 想了解你對 翠上你的 一日一考古的想法如何 啊 這個東西說起來 就比較 我發現我是一個很容易 很容易去 記住當下 感覺 就是我很容易看畫面 譬如說 聽聲音 聽到那個 啾 啾啾 你就知道說 這是日本過馬路的聲音 然後你就會 特別想起你在日本很快樂的時光 那或者是說 看到畫面 你就知道說 這地方我去過 或是聞到味道 我發現我這個味道好靈敏 就是 我聞到某一種味道 我就會想到 譬如說可能是 小時候的 東西 小時候的 某件事情 什麼的 所以 看到那些 大家在翠上面幫我 就是一日一考古我那些 曾經的戲劇作品的時候 其實 會瞬間把我 拉到 那個時候拍攝的狀態下 那 就 其實 很多事情 我 應該是說 很多 狀態 我還沒有 消化 很多的 我想一下我這句話怎麼講 大家等我一下 就 我在 擁有每個作品的 當下 其實會遇到很多 不管是心境 心態 或是遇到的狀況 都好 對 那 嗯 我 我知道有些事情 我還 可能 沒有放下 或是我可能 還 沒有過去 所以我會盡可能的 避免看 某些 我可能 我覺得狀態沒有把握好 其實我 嗯 就是有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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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我可能還沒有準備好 然後可是我就去做了 那我會很 懊悔 我那時候怎麼會這樣做 但我很清楚知道 那些都是我的過程 那些都是我 那些都是我 因為有的那些 不管好的壞的才有現在的我 對 但 就我現在可能看到一些 自己比較糟糕的片段的時候 我 就是自己表演比較糟糕的片段的時候 我還是會 會 在內心苛責一下自己 覺得自己還沒有做得很好 然後我就會覺得 啊 所以就 你說 我看到那些東西 就是有些好笑的 當然就笑笑的 但有些東西 或是有些戲 我可能 當下 每 嗯 知道他講好深 就當下接的心態可能不一樣 或是說當下 鬆 嗯 對啊 反正就是這樣子 不聊了 不聊這個 氣死 Have a nice day OK Have a nice day V8的記者招待會已經過去一年了 VBL開始播放後 最開心最大的 留在心 記憶中的事情是什麼 哦 這個的話應該說 我覺得留在心中 真的是每一場 能見到大家的 的的的活動 那真的是很很 放在心裡你永遠都會 想起來都會覺得很甜的一件事情 當然拍攝過程 那些都都我都記得 然後 或是直播什麼的那些都都都都都很快樂 我坦白講 V8這一段旅程下來 嗯 快樂大概 還是佔了大概 七成 八成吧 還是有八成快樂的事情 對 當然 還是有一些事是 嗯 就是 一些阻礙也好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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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啊 不管是 不管是 完蛋 我覺得我剛剛不小心講太多 對啊 反正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 這一段過程很開心 那你問我最開心的事情 或是會留在我心中最大的東西是什麼的話 我覺得是 我們每一次見面的過程 因為這是從來沒有擁有過的 所以 當每次見面 遇到不同的人 或是 來了一樣的人 給的感覺那些我都會放在心裡 而且我跟你講 我把你們 很多送 當然卡片我都已經收集好 就是我用那個 有人送那個放手服的那個袋子有沒有 就是把它都歸類好 那天 前幾天我朋友來我家 然後 他就看到我家 擺滿了各個就是 不同活動收到的禮物 然後可能有 有畫 然後有拼圖啊 有什麼 就是各個娃娃或者是自己組的樂膏都有 然後 朋友就說哇你真的是收到很多禮物 就是對 我說還有卡片 他說他要看 我說很多 你要看他說對 然後我就 把那些 我已經裝箱裝好的卡片拿出來 他說天啊你真的是 那個叫什麼 收納控 因為我就用大家有送我手服的那個套子 然後很多個 然後就把它分門別類放好 就是哪一天 哪一個活動 然後收到的 哪一個應後收到的 然後就是 就是誰誰誰 就是什麼時候 對 就是之類的都把它分類得很好 就是我現在在家裡放了很多 我很喜歡的小物 然後是你們送我的 然後 就 賭物私人你懂嗎 你看到的時候就會 就會很很開心 所以你問我 這一段最開心 或是留在記憶中 最大的事情是 當我看到這些小東西的時候 我可以想起每個跟大家見面的 moment 然後我就會覺得很快樂 東京的當然也有啊 沒錯 有不能吃或不喜歡吃 喔這剛好回答過了 看一下還有沒有 然後 和阿邦爬山約會去了嗎 有Vlog嗎 上次有人爆雷了 欸 這個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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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一回事 就是 不可能耶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你們會知道那麼多事情啊 那反正就是 還沒 我們還沒有去爬山 還沒有去爬山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真的 兩個人的時間 目前連要吃飯 那麼大概三小時的事情 都還兜不到一起 所以 還沒有 幫幫經紀人爆雷的 對 對 然後Vlog 很多人在關心說 接下來還會不會有Vlog 其實 如果我們有一些有趣的東西 或是說有見面 當然可以拍 但是 當時候會產出Vlog 原因是因為我們戲拍完了 然後我們也有一大段宣傳期 然後 接下來是戲要上 我們可能 呃 這段時間 很多人在問說 為什麼你們在宣傳期的時候 就是 都可以這樣還約出去拍Vlog 還可以幹嘛幹嘛 我想在這邊告訴大家 是因為 我們那時候其實 因為我們 整個拍完到宣傳 我們中間 陸陸續續還是有一些小宣傳 所以等於說 我們時間拉得很長 然後在拉得很長 這些過程中 當然就可能沒有那麼多 其他 因為我們就工作了嘛 那有的工作來找 我們可能說 不好意思我們現在已經 有這些工作 那可能要 就是 要去排開還是什麼的 我們 相對的來講 兩個人 很常見面的時間 也就很多 那我們那時候就可以 產出很多的素材 然後也可以一心一意的 就是在 完成 就是 保留席位 進地CP 這個東西裡面 對 那你說 之後會不會拍Vlog 如果有機會 也可以拍啊 但是 就真的不會說 喔 我們要 一定要像以前這樣 一個月產出 一個Vlog 給大家 因為我覺得 如果抱持著好像 我們是為了給而去做的話 那就跟我們一開始 就是 想要做這件事情的目的 有點不一樣了 嗯 因為我們 當時候 只是覺得 喔 我們 想要把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給記錄下來 又或者我們想要 嗯 就是對啦 反正我不想要被大家逼 講出很老實的實話 就是 不要逼我 對 跟我工作過的人都知道 或者是說 我的家人都知道 就是不要逼我 你 越逼我做這些事情 我越不要做 或者是一個 討人厭的金牛做 不是啦 就是我覺得 做這件事情的初衷要在 那初衷 如果是開開心心 我們想要記錄些什麼 我們就記錄些什麼 那我們就會做 對 所以大家不用 不用緊張 對 還有包括我們 見面這件事情也是 對 然後你說跟其他人見面 也是 就是 我覺得就是 自然自然的 我們 想 就像好朋友一樣 欸你現在有空 欸我也有空 那我們要約就約 這樣子 新買GoPro不掉在角落 哪有 好 下個旅行定點 定點 地點 要去巴黎嗎 突然想起 翻外篇喬姐 放的那句法文 什麼法文 我忘記了欸 有法文嗎 我只記得我的 我的那個 有法文啊 我的 我的 正片裡面有講的一句 法文叫 Jumathe Just think good 但我忘記意思了 Sorry 每次跟好朋友出門 聊到忘記拍照 欸這是真的 我很常 聊到忘記拍照 而且已經沒有要 翻外 直播翻外篇的書 喔 無知天書 偷偷跟你爆雷 今天是嘴飄玄 真的是母湯 好 我現在到底回幾題了 我也不知道 但 好像已經回的 蠻多的 了吧 我還在唱歌嗎 我會不會 還有什麼 問題我沒有 回到啊 我應該回的差不多了 書裡面沒有法文 喔 來看一下 感覺回了很多 又感覺不多 真的 但我現在 喉嚨有夠 痛 好啦其實我點 我好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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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有有有有有想好要唱什麼歌 對 所以我們就 準備麥克風 嘿嘿 喂 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 喂喂喂喂喂 我剛剛是不是都開著沒有關起來啊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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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聽到嗎 我沒有Echo欸怎麼辦 還唱嗎 喂喂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 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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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對啊 我今天 我不用麥克風也沒關係 可是 我 對啊 我是 我還特別來公社的KTV唱 就是大家看一下有K 這樣不能轉過去 我要怎麼轉 不行算了算了 就 長按看看 直接唱吧 可是我有Q歌耶 我有Q歌可是我Q歌 那我聲音就會很大聲 我要怎麼唱 大家聽前奏才歌名 是什麼歌 是什麼歌 有啊 我兩支麥克風都沒電啦 好扯喔 去一根電源 我真的沒有電源 你沙啞了大選 對好像有一點點 我不知道我還唱不唱得上去 沒錯 下雨的夜晚 因為今天就是下雨的夜晚 所以想說 就唱個下雨的夜晚 但現在好尷尬喔 我們 我們 我先唱前面一小段 如果我沒有麥克風的話 大家 聽不聽得到 我唱歌 欸等一下我這樣唱不出來啦 好尷尬喔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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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我是不是要先咖歌啊 好鬧喔 好鬧喔 大家 我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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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算算算算算 真的 我也不知道我聽不到自己的聲音 我唱歌 那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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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咖 那我要幹嘛啦 我怎麼辦 我要 我要 不用麥克風嗎 可是我剛剛完全 唱得很心虛耶 就是 我們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我可以幹嘛 真的不知道自己的 可以不用麥克風嗎 我想一下喔 欸 超挖 突然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的時候 我真的是挖到一個不行 我現在到底要幹嘛 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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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我們 啊 我知道了 我們 我們 我們來連線KTV 我們就唱一首 大家應該都會的歌好了 我想一下 大家都 清風不用也是唱得很好 我又不是他 你伴奏 我伴奏小聲一點 但 蛤 等一下啊 這跟我想的不一樣 那我們來 啊 對不對 大家跟我一起 反正今天就是很free的一個 我想一下 嗯 我們來唱友情的客串好不好 有情的 卡 友情客串好不好 不然我看你都尷尬了 我就是超尷尬的啊 到底 欸 我們來 我們來直播 互唱好不好 有點像那個 我想跟你唱 要不要 要不要來玩這個啊 我想跟你唱 就是 我們來直播互唱 我唱一句 你唱一句 突然超出計畫 有情客串 客串 好尷尬喔 好啦 就是想跟我唱歌的 現在 歡迎加入直播 來 有情客串 不可能吧 還好吧 可以啊很酷耶 有人這樣直播過嗎 沒有吧 就你一句我一句啊 有沒有看到 怎麼這樣 我想想 因為我知道大家點這首歌 點很多 自便直到一場白日夢 想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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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翻 所以就你一句我一句啊 現在是不是大家不敢上來 沒有人 欸沒有人要加入直播 會delay嗎 我們不一定要很完整的那一種 我們就是 蛤 我自己唱 我現在很尷尬 我突然要這樣很輕很輕的唱 我真的是氣俗耶 我原本已經都 點好歌 你們看我剛剛一CUE 他就CUE出來了 你們想聽我唱 你唱就好 好 大家真的是 誰敢按啊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有誰按 欸還是有六個人很勇敢的好不好 這六個人是真的可以CUE嗎 你自己錄音發出來 再再再不用露臉 大家都想聽玄宇自己唱 你不要唱了 為什麼他都要 你不要唱了 換我嗎尷尬 好尷尬 我到底在幹嘛 拜託你自己唱 回答問題啦 好 那 我 好 我 我 我現在 我現在 我現在唱到不行 我 我們 好 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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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錄上去 大家等我 大家等我 到底 今天在幹嘛 我今天 今天 腦袋就是不好使啊 不然我們來聊天啊 好不好 原來還在直播 對 我們 就 到 嗯 但我講不出任何話 對我耳朵超紅 因為我現在 你們就知道 現在完全大家已經看到 就是 陳軒有慌了的狀態下 就是長 這個樣子 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 然後這時候就要 旁邊有人 呼呼呼 沒事啊 沒事沒事沒事 好啦 那大家等我吹 那我們來 連線 聊天 我們都不一樣啦 我們都不一樣啦 換下一個議題 不要緊張 哈囉 哈囉 好老套 等一下 等一下 剛剛是有海綿寶吧 對啊 可以幫我把好綿 好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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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可愛喔 她這鏡子超可愛的 哈囉哈囉 哈囉 我們要聊什麼 我沒有想過要聊什麼 我現在完全不在我的那個 不在我的 意料之內 所以 沒有我就安靜啦 然後你一樣唱歌 我幫你 我幫你退出 我退出鍵在哪裡 我要怎麼退出他 我幫你按退出 不要這樣啦 欸有一個陪你 然後你還有還可以唱歌 這樣不是很好嗎 我不要 那你跟我想 你知道現在跟我想不一樣的時候 我已經為自我放棄 我想要問你喔 你那天在 那個日本 收到的鑰匙圈 你有拿出來玩嗎 那個 那 拼圖的那一個 拼圖的鑰匙圈 對啊 你說你已經拼好了 然後我要再把它拆開嗎 你可以拿出來拼啊 我不要 你都已經把它拼好了 我幹嘛又再把它拆開 我沒有 我就是把它留著而已 但我沒有再把它拆開 因為那是可以活動式的 那是可以拿出來玩的 老實說我有時候偏雷 就是我很容易會弄丟東西 就你知道 我家有一幅拼圖 目前就是少一塊 一個東西在裡面 就是我找不到 它就消失了 那個好像就是 你寫信還是幹嘛 然後去跟那個 出版社 它會補給你 真的嗎 還沒絕版的話 還沒絕版的話 好 謝謝 很有用的知 我現在真的是 我們唱兩句嗎 好 隨便唱個兩句 我忘記 可是我需要音樂 我現在 怎麼辦 你就是被拉 拉上來跟我一起尷尬的 我跟你講 沒有我現在就是 那聽你唱歌 你想聽什麼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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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首啊 你剛準備很久不是嗎 對 我準備了很久 其實我7點 就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 這是什麼小樹屋嗎 不是啦 小樹屋有KTV嗎 我不知道 這就是社區的公社 就這樣 我真的是 現在突然忘記怎麼唱 來來來來來來來 嗯 嗯 欸這樣很尷尬欸 不會啦 真的 我來這邊好了 等一下我關鍵你喔 下雨的夜晚 你的心 整個都摔碎了 讓雨水 緊緊掩護你的眼淚 我不會問 不會說你 還剩了一點 石頭了 我會在這裡 差不多啦 好啊 可以了嗎 哈哈 好聽好聽 早戰 我現在完全回到 我日本唱歌的時候 一樣挖的感覺 可是你 你們在日本也很好啊 我完全 也表現得很好 我沒辦法 還有人分享說 欸某一天 好像哪裡可以看到回放 然後你要不要去聽一下 我說我不要 不要聽 因為我知道 對啊 可是我在現場 然後也有看回放 我覺得都很好 真的很好 真的好緊張喔 我日本唱到 因為我們耳返裡面 是聽得到我們自己的聲音 我真的是 我很明顯知道 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唱什麼 然後我剛剛 就有這樣的感覺 不會 對啊 很好好不好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哈哈 你看得到留言嗎 我現在一留言卡做了 我看到 到留言啊 現在留言就是 日本很好啊 很好聽很好聽 拜託是我直播欸 誰敢講不好聽啊 不好聽我就把自己回去了 日本很棒啊 好不好 你們表現都很好 對不對 那就是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 講不好聽我就把你嗨 拜拜 直接封鎖 對 什麼啊 好啦 我會錄一個完整版的 我會錄一個完整版的 再淬一點給大家 好啦 好啦 謝謝你 逼我唱歌 我會 謝謝 拜拜 大家怎麼出去啊 我也不知道欸 我按叉叉嗎 欸 我差點把自己退出 對不起 哈哈 我按我按 拜拜 哎唷大概 連話都講不清楚 你怎麼連話都說不清楚 出出出 你講完 好 哈囉 等一下我那明星片 是你記的 對 我要自首 我忘記數名了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沒關係 我都掃蝦 還有人在care我掃蝦嗎 我現在聲音超難聽的 我又感冒了 那妳要跟我一起唱歌嗎 為什麼我早下 我感冒妳還會這樣逼我 不可能吧 大家 要再跟我唱歌嗎 好啦 那有什麼 我們要聊什麼嗎 妳有想要聊個什麼話題嗎 沒有 我剛剛只想說 如果真的交到我 我就自首 你現在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剛剛也有想到是妳 對 我想說妳後來講講 妳應該有發現 因為我收到的時候 我沒有認真看上面的小細節 然後我剛剛就是 稍微看了一下小細節 然後以那個時間對起來 應該是妳 謝謝她 不會 我也是很好笑 我也是丟到油桶 然後才發現想說 我好像忘記署名了 沒關係 這種事情我也很常做 對 好啦 還有收到那個帖子 不知道妳有沒有喜歡 雖然有出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帖子 對啊 在卡片裡面 什麼貼紙 不是不是不是 我說日本見面會時候送的貼紙啊 不是明信片 日本見面會裡面送的貼紙哪一個 我就是在機場跟你送的那個小驚喜啊 我今天回去翻 妳等我 確定 對啊 沒有看到嗎 沒有沒有 因為我 我有很多貼紙沒錯 但 我現在在想 哪一個貼紙是我日本的時候收到的 應該很好 那是迪士尼的 迪士尼的貼紙 對啊 你說上面有寫 Happy Birthday的那個 哦 我還以為 不好意思 我腦袋還一直卡在 就是有我臉的貼紙 我太自戀了 哈哈 哈哈哈哈 sorry 哈哈哈 對 是生日生日貼紙 有有有有有 有有有有 那個我記得 有 謝謝 不會 希望你喜歡 有 很開心 就滿足了我 沒有在迪士尼過 我去幫你過生日的 去年有欸 我去年在迪士尼 我去年有在 去年有在迪士尼過生日 四月初的時候 好勒 謝謝 有點尷尬 我請你下去了 拜拜 好好笑喔 聊天聊到 我們再 Cue一個我很少Cue的人 我好像沒Cue過的人 之類的 可以 叫我排列組合 簡稱排檢 謝謝 就我們大概到45分 嗨 哈囉 哈囉 就是 那個我是送那個 手機指甲那個 哈囉 哈囉哈囉 哈囉 其實我沒有準備 我媽要聊什麼 現在這一部分都是 都是都是 考驗大家的臨場反應 還是你也要唱歌 沒有 我聽你唱 我沒有了 我現在可能真的是 沒辦法了 怎麼會這樣子啦 我不應該先跟大家聊問題 我應該先唱 然後再跟大家聊天 我就是 試測試測 好啦 很開心見到你 覺得有什麼考試啊 還是有什麼 有什麼工作啊 什麼的 欸白考試 期末考 期末考 嗯 加油 謝謝 可以的 好啦 祝你期末順利 謝謝 掰掰 好啦 我們再來 最後一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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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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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在六湖村玩的 六湖村 欸 我在六湖村 又嘴瓢了 嘴瓢人 六湖村 嘴瓢人 欸旁邊有別人是不是 不好意思 那打擾啦 請出去 欸沒關係 你出去 好玩得 玩得開心 欸為什麼 為什麼要 就是不對鏡頭唱歌 因為我剛剛真的是 太 太緊張 太害羞了 就完全 超乎我的 想像的狀態的時候 我會 不知道該怎麼辦欸 啊唱得很 好啊 你講唱不好 我就會請你離開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啦 真的OK啊 你就不用 你又不用 不用不用 清唱也OK啊 不是嗎 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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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慰我收到 謝謝啦 還敢在睡上面嗆我 好啦 有發現我都好像 一清二楚知道說 粉絲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什麼 我在六湖村你好 齁 此片六湖村無廣 千葉離開囉 欸這麼快啊 對啊 對啊 你就可以好好地玩吧 一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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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水煙包你一人謝謝 謝謝 好 我考慮看看 哈哈哈 掰 掰 欸怎麼怎麼在這玩意 不用 我幫你 我讓你離開 欸為什麼沒有看到拍 拍客還在嗎 拍客是不在 那我們就來跟 好久不見得 他知道我在幹嘛嗎 就是把牽出來 不是 我剛好是取消了 抓 怎麼會被抓到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我只是想要跟你說 我很想你而已 對 我也很想大家 對 然後也只是想要問問看 你還記不記得 5減20多少 5減3嗎 為什麼是5減3 我沒有問過你5減2 5減2 那這是什麼 我愛你 這不是Rock的意思 這也是我愛你的意思 對 我沒有考過你5減2 為什麼 什麼意思 我瞬間放你 怎麼來了 不好意思 這新特效 換風 草蔥 可是我剛剛那個特效怎麼出現的 我知道 不好意思 就等我一下 我先研究一下 你在想 沒有問題 不放我下去就對了 我教大家 比這樣的時候 你後面會有特效 新特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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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減2 所以我愛你 對 對 原來我沒有考過你這個 對啊 你是考我5減3 然後那時候想說5減3是5減3 然後我說5減3那就是2啊 這個 之類的 然後就後來變得了 海蘭 海蘭 你趕上 希望可以早 早點可以看到你 對 沒錯沒錯 我現在跨足當那個 我快現在跨足訪問了 希望未來有機會 你如果成為那個演員的話 因為 希望有機會可以訪問到你 好的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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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採訪到我 來 好啦 最後一個 看一下喔 怎麼辦啊 我們來一個 那我閉眼睛滑好了 嘿 哦 完蛋還是老熟人 好 是我的留言卡住了 還是大家都沒有講話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剛剛是不是旁邊看到有什麼 是人沒錯 他是香港的粉絲 你好 是香港的 超香港的粉絲 哈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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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哈嘍哈嘍 然後 我跟 我跟 我的 雙人組同伴剛分開 所以因為 我們一屆在看你直播 啊 好 還好 還好嗎 今天的直播 今天的直播很好啊 直播 還好的啊 不准大家 大家給我copy 也不准就是 給我產出任何嘴瓢特輯 我就被 殺 殺 殺暑 你的嘴瓢 真的蠻嚴重的 一開始超緊張 我看起來超聽不到你 對啊 我好緊張喔 我也有嚇到 我以為我很 很很很放鬆的做這件事情 然後今天 小琦問我說 你晚上直播如何 我說 就上去聊天 然後唱個歌 這樣子 然後她說你歌準備好了 我說準備好啦 結果 我 我 我真的是 我等一下自己先開個檢討會 剛剛唱的蠻好的 但你為什麼要出鏡 你故意的嗎 我緊張 好老實喔 我緊張 好任性 對 對 我就沒有準備好 就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原本想像是拿著麥克風 然後 而且你知道 現在講出來很好笑 因為我剛剛 七點多到的時候 我就一直repeat這首歌 然後唱了好幾次之後 我還有錄起來 然後聽看看說 欸 就是影響在 那個 手機裡面聽到 效果如何 結果 結果 你可能麥克風剛剛用太多了 你長按也沒電嗎 沒有 它不是長按的 它是那種 開關的 還是你把電池 轉出來 再放進去一次 哈哈 大家現在 研究怎麼 我覺得應該 我不知道欸 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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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達的很不完整 還好啊 而且我現在你看得到大家的留言嗎 我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知道嗎 你往上滑一下 現在最新的留言是什麼 手機沒電了嗎 對 我沒看到 我的留言停在咳嗽了 你往上滑一下再回來 往上滑一下 就是一下就好 有嗎 有嗎 之前這樣子他就會回來了 沒有現在最新的是咳嗽了 所以我看不到大家講什麼 好啦 他們說這樣趕快喝水 好謝謝大家 欸他退出了是嗎 好我會記得喝水 但我還是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好啦我 這應該是老天爺要我 下播了 那我就 差不多跟大家say bye bye 雖然我現在完全看不到大家 說什麼 好 今天很開心 就是 首先會開這直播是因為 剛好找到一個兩萬人名義的 狀態我們可以開一個直播 然後唱歌 結果歌也沒啥唱 然後聊到自己少下 麥克風沒電 手機也快沒電 就完全本末倒置 然後嘴超飄 今天不知道在幹什麼 我真的是 回去先開檢討會 怎麼辦 沒事啦 但就是 很開心就是大家 還記得我 就 應該說很開心大家都還在 對 然後 因為我知道 這陣子 我可能沒有那麼常在網路上 那我部分也是因為 剛好很忙 然後也剛好是我想要 再專注於 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對 所以 沒有在網路上 然後大家也都 還記得 還在 沒有離開 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很感動的 但 嗯 反正人生就是 來來來來來 往往 就是有人走 有人來有人走 有人來 那 謝謝大家 就是 這一大段時間 陪了我 然後 陪著我 見證 我從 我記得我剛拍VBL之前是 五千吧 五千粉絲 然後現在是兩萬 出 嗯 那 就是 謝謝你們 那 就是 繼續加油 繼續努力 那 對 我現在腦袋有夠混亂 因為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樣 這時候我真的是 砰 砰 不準 今天真的給我剪一些奇怪怪的東西出來 我真的是看到 我就看一個封鎖一個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就是 好啦 跟大家說拜拜 我還是看不到大家的留言 所以 如果 大家有想要 跟我說什麼話的 都可以 留言給我 就是 到IG留言 或是到翠留言 然後 很開心 陪著大家一個 禮拜四的 晚上 這是禮拜四對吧 這是禮拜四 對 然後 一樣老話一句 就是我們 之後見 希望你們 我們可以在一起 很久很久 沒錯 那 就在這邊 跟大家說 拜拜 我今天真的是播巨久耶 我從幾點開始播 八點 半嗎 對 八點半開始播 現在十點 哇 怎麼那麼會 聊啊 我真的是佩服自己到一個不行 好啦 不要亂用我的臉喔 不要做什麼 詭異的表情包 然後 不要太醜 拜託我 保重 沒有啦 下次見 大家拜拜 拜拜 我還是沒有看到大家在留言 但我猜現在大家就是在講說 拜拜 旋宇我們下次見 旋宇就是 愛你喔 旋宇我們會繼續想你的 我們都在 呃 就是期待下次見面 我猜 對 就是大致上是這樣 就是 這邊幫我們Key 就是 對 想你旋宇超帥 旋宇好帥 旋宇 旋宇剛剛 不要害羞 什麼 是不是 確實 耶 好啦 大家早點睡 跟大家也聊到快11點了 大家晚安喔 晚安 下次再跟大家聊天 我看了大家 下播好了 大家 一個一個離開吧 現在129 來 快點 拜拜 欸 不准再往上升 下 下去 離開 這邊 快點 請大家按這邊 去按這邊 134 好 來 少一個 來 好 又兩個人離開 算了 大家晚安 晚安 晚安 庭 快點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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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